7代中,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在海南三亚正式服役 前号时期,舰名山东舰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步入双航母时代 作为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航母 山东舰虽然在外形上与辽宁舰非常相似 但其在吸收借舰前者的基础上做了大量改进 那么,相比辽宁舰,山东舰究竟有哪些提高呢? 1.华越甲板角度 相比辽宁舰的14度华越起飞甲板 国产航母降低到了12度 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从舰载机强度与载荷上考虑 降低华越甲板角度可以减小舰载机在起飞时对华越甲板的冲击力 从而减轻为增强机体结构强度而增加的重量 节省出来的这部分重量可以用到油量和载弹量上 增强舰载机的作战效能 二是坡度减缓的前甲板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 放置舰载机和引导车 从而提高甲板运作效率 2.舰岛 辽宁舰由于设计先天不足 其舰岛存在体积过大的毛病 不仅浪费宝贵的吨位还挤占甲板空间 极大影响了舰载机调度运作效率 针对此问题国产航母的舰岛长度缩短了10米左右 并且提升了高度 使得相控这雷达有了更高的安装位置 拥有更远的海空探测距离 舰岛位置往右侧甲板边缘移动 取消了舰岛右侧的人形通道 减少甲板占用面积 这样不仅在舰岛前部增加了一个停机位 甲板使用面积的扩大更有利于舰载机的调度 另外国产航母舰岛前部采用双层舰桥 上面一层是航海指挥舰桥 下面一层是编队指挥舰桥 而辽宁舰是单层舰桥 需要同时担负编队指挥和航海指挥 双层舰桥的改进 有效提高了指挥和航海人员的工作效率 并且舰桥变得位置更突出 面积更大 获得了更好的视野 可更有效地观察甲板起飞情况 同时国产航母也改进了航空舰桥设计 扩大了内部空间 位置更加突出 同时把观察窗样式改为窄框大玻璃窗 并与后方舰桥连为一体 3.内部舱室 滑越甲板角度的变化和舰岛的缩小 都从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航母容纳舰载机的能力 除此以外 国产航母的机库有着更为彻底的改进 辽宁舰在续舰时拆除了原甲板前部的花岗岩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改为舰员休息场所 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内部空间利用率 但毕竟不是原装 而山东舰则重新设计了舱室 据央视披露 其携带歼15的数量相比辽宁舰的24架提高50% 达到36架 通过以上这些细节改进 山东舰性能相比于辽宁舰有了明显提升 中国航母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改舰到自舰的跨越式发展 在中国航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而 垫 诺 如果 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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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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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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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